普京压力巨大 分析认为 关键分水岭已经出现 菲律宾曝光中马机密外交召会 中共表示震惊 台北检方第一次提讯彭震生 北京女孩吐槽 时薪比停车费还要低 浙江五星级酒店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地下车库 太空奇观 系外行星展现五岛轨道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网知声TV两汉耀文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二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9月9号 乌克兰军队在两线作战 一边在乌克兰的东部顿内茨克努力地阻止俄军夺取关键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 一边在俄国的库尔斯克地区持续地进攻 有分析指出 俄乌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已经出现 9号深夜 至少两架乌克兰无人机攻入距离莫斯科只有46公里的 拉米斯科耶 导致一栋大楼起火 据波兰媒体报道 莫斯科随后取消了所有进出的航班 据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消息 俄乌双方9号各自都收复了一些实地 在乌东战场 俄军的目标是争夺波克罗夫斯克 这是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 直通地涅薄河 专家估计 多颗罗夫斯克争夺战相当艰难 会消耗俄军大量的军力 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战场 据防务快报9号的报道 乌军再次摧毁库尔斯克境内的一座墙梁 炸桥是乌军的新战术 俄军要反攻 增援 补给 都要度过歇伊姆河 仍然有俄国人留在库尔斯克 而且这里有重要的天然气等基础设施 因此普京很难下令轰炸 此外 俄军为了应付两个战场 也有必须再度征兵的难题 专家说 下次征兵的重点只能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这两个地方是普京的权力基地 在这里征兵不会受到欢迎 甚至可能会引起反普京的政变 最近 莫斯科时报引述俄罗斯民调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 乌克兰占领库尔斯克 已经导致俄国国内对普京的支持率 大幅度下降到72.4% 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低水平 冬季又快到了 气候将影响战争的进度 新头科9号发表杨宏基的分析指出 俄乌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已经出现 杨宏基写道 在库尔斯克二战时 德苏曾有一场关键的会战 是欧洲东部战线的最后转折 苏联损失更加惨重 但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此 苏军开始对德军发起全面的进攻 奠定了二战东部战线的胜利 现在 俄乌之间的战役可以看作是库尔斯克2.0版 杨宏基说 乌军虽然靠突袭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前景并不乐观 因为俄军并没有撤回前线主力 回防库尔斯克 而乌克兰在俄乌两个战场都无法放手 因为如果弃手一方 腾出手来的俄军必然会增援另一方 杨宏基认为 俄乌双方投入的规模会再次升级 战争将进入决战 如果北约介入 就会是更大规模的对决 甚至可能成为三战 而政治是战争的延续 杨宏基分析说 乌军夺下库尔斯克仍是正确的 这会推动俄乌的谈判 因为这是二战以后 俄国本土第一次被攻击 对普京来说 把乌军驱逐出境已经不是军事问题 而是上升为政治任务 10月份 俄罗斯要主办金砖首脑峰会 如果到时候乌军仍然占据库尔斯克 普京就脸上无光 现在传出 普京已经下令 要在10月1日前将乌军逐出库尔斯克 杨宏基认为 乌克兰公路库尔斯克 不仅会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 也将决定俄乌两国战后的政治走向 不过 战争研究所10号透露 普京正在中东活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号出席了在沙特举行的 俄罗斯海湾合作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国可能要推进建立欧亚安全架构 这也显示普京不想和谈 并且想削弱国际和平调节的力量 菲律宾曝光中共与马来西亚间的机密外交召会 中共外交部9号对此表示十分震惊 中共在南海除了和菲律宾、越南等产生冲突之外 又因为南海油气田开采与马来西亚爆发争执 菲律宾媒体日前报道 中共外交部今年的2月份 曾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发机密外交召会 抗议马来西亚在南海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 马来西亚外交部随后表示 严正关切作为两国官方沟通管道的外交召会文件外泄 并且透过内部机制查核以及交由警方调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汽车会上被问到此事时 说菲律宾居心叵测 中方感到十分震惊 就京华城岸台北地监署9月10日早上第一次提讯彭震生 《东河自由时报》《三立新闻》等的报道 彭震生是台北市前副市长 当时兼任都委会会议主席 是京华城岸专案的管理人员 属于关键角色 由于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日前喊冤说 柯文哲不清楚公文上的公章 章是彭震生盖的 因此检方提训的重点 是彭震生究竟是自己决定改章 还是受柯文哲的授意 此外 检方也调查 彭震生的异常金流 是否涉及接受威京集团的贿赂 彭震生目前不认徒利和收贿 外界猜测他是否会转作污点证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在社交媒体发文吐藏说 自己每天干12个小时 挣的钱还不够给附近的停车场交停车费的 这个女孩子写道 自己在海淀区某个宇宙厂实习 实习工作一天100多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折算每个小时公司只有12块5毛 苦于每天要挤地铁 想要开车去上班 查了一下海淀区的停车收费标准 一小时16块 比自己的工资还要高3.5元 他自嘲的说 换个思路 我能不能应聘成为一个停车位呢 他的遭遇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 有人表示 别难过 停车位超过8小时就不计费了 这一点你们是一样的 在中国什么都很值钱 就是人不值钱 还有人说的更尖锐 在中国身体各个部位都挺贵的 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没有那么贵了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一家五星级酒店 不许新能源车停在地下停车场 消息被网民曝光之后引发关注 9月9号 据国内的媒体报道 酒店方面解释说 这个规定是从9月份开始实施的 暂时地下车库只能停放燃油车 这是因为最近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车起火燃烧的报道 加上酒店曾出现过新能源车冒烟的事故 为安全起见才这样决定的 酒店也给新能源车专设停车场 但因为是露天仍然有车主表示不满 网民对此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酒店的做法有歧视性 因为燃油车同样有自然的风险 但是更多的人留言支持说 做得好很负责任的酒店防患与未燃 确定是油车爱起火 但是油车起火可以逃生 而且车子也能保住 电车直接火化 中国车用电池大厂宁德时代代董事长曾育群 9月1日出席2024年世界动力电池单会时 曾引用央视数据说 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火灾发生率约为万分之0.96 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2500万辆 装载电池有数十亿个 安全风险可想而知 曾育群呼吁业界共同提高安全标准 公开资料显示 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锂电池一旦燃烧 电池内部反应剧烈 比一般的固体液体燃烧的更加猛烈 而且可能会爆炸 因此事故处置十分的困难 用水浆或者是泡沫等传统的灭火方法 又很难直接作用到电池的内部 所以电池内的燃烧反应会一直持续 后果是灾难性的 瑞典隆德大学研究团队9月5日宣布 他们发现一颗距离地球455光年的行星 运动轨迹非常奇特 这一发现颠覆了学界对行星系统的认知 据每日科学报道 这颗小行星叫做TOI-1408C 质量相当于8个地球 它环绕着一颗更大的热气巨行星TOI-1408B 这两颗行星的母恒星是TOI-1408 德龙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科特表示 在气巨行星和恒星之间发现小行星已经相当罕见 更令科学家困扰的是TOI-1408C 这颗小行星与另外一颗行星及母恒星的互动 就像是有节奏的跳舞 而且小行星通过母恒星前方的时间变化会很大 这是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的现象 这项新发现表明 行星系统可能比学界之前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直升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 ei放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